心脏是一个中空的畸性的器官 它类似于一个倒置的前后扁平的圆椎体 为我们胸腔类 它外面附有心包 心脏的大小和本人的拳头大小相似 我们正常人心脏三分之二位于正中线的左侧 三分之一位于正中线的右侧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在胚胎发育期间的原因 心脏可以位于右侧 同时伴有腹腔脏器的反应 我们叫老百姓常说的右卫心 但是心脏的功能是正常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肺脏的以及胸膜或者隔的一些病变 使心脏位于右侧 那么这个时候呢 心脏本身的结构和功能是正常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